统田村 龙田村模范母亲洛宝莲 早年要照顾三个儿子与家庭 先生出外工作的时候 他还要独立到田园里务农 先生廖万正 对他的辛苦付出 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她不是一样做孩子 她是一样做孙子 我六個孫子都他做了 這個都打了我就不敢了 因為他嫁給我不好命 他都等了 今天也是去工作回來 他自然很勤勞 他胖回來要賺錢 叫他胖橫 我就做了 做的就是我們要做 要親一個家 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的媳婦 後來我們大家都說 跟他有話說 我們不會說 大家都要 他們伯娘也怎麼聽到 大家做的就是 說話 大家都要玩 要說話 都說這樣 我們大家的媳婦也一樣 我們不會說 這樣 有的人說 對媳婦 我們媳婦 我去台北也是 都阿媽 跟我搬 大家都說 出去都說 你們老母 老年媽媽 母親節快樂 謝謝 目前三個兒子都已經全家 老大跟老二在北部工作 小兒子曾接家中的農務 三代同堂 兒子媳婦孫子女成歡西夏 寶蓮女士可以說是苦盡甘來